雖然從未接觸過國標舞 然而從參賽以來 安幸雲每次的表現 都令所有人驚豔不已 堪稱是本季十二位藝人 最大的黑馬 然而卯足全力 想要挺進冠軍賽的他 在最關鍵的第三支舞蹈 卻遭遇到有史以來最大的挫折 我在幹嘛 就是這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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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這次這支舞蹈真的讓我非常的挫折 光是這個Luba walk 我整個就是崩潰上下分離的肢體動作 我覺得我放棄好了 因為我覺得我根本無法 他必須要克服的 就是他在同一首歌裡面 要跳恰恰的舞步 又要跳路馬的舞步 這就是最終是基本舞的兩支舞蹈 這一次我覺得滿難的一個課題 除此之外 為了讓欣雲奪下高分 感覺上京橋老師這次的訓練 也格外嚴格 老師 老師就放影片給我看 他說好 然後最後我們要做這動作 我就跟老師說 老師,你確定嗎 我說他的兩支腳 根本一個是在南半球 也在北半球 我怎麼可能打得開 他在那裡哦 在那裡 不行 好痛哦 為了搶下進軍冠軍賽的資格 欣雲這次無論在舞科 或是動作上 都增加了困難度 他能否順利完成今天的表演呢 在北半球 在北半球 卑微善悄 心甘的无可救药 想想不到 如此心跳 你的一切都想要 任性的饮料 声声的起码 我将对你的心跳 一瓶装的全个预料 这里最不觉就是热闹 你生气给拥抱 就会再燃烧 用梦中情调 眼神是叫了轻飘 归于你的舞蹈 你用蓝的扭动着腰 想不到 你随风飘扬的笑 用蜜蜜蜜香的味道 你带不换味的撒娇 对我发出恋爱的讯号 你永远的像一只梦 它动作记忆里围绕 爱的甜味满也无法消 爱陪我来得更好 你从不高 我已重 其份未尝 因为爱你我知道 谢谢安兴云 吴京桥